今天让大家见证一下 全国鲍鱼肉销量第一工厂 是怎么把鲍鱼的酱打下来的 来中国鲍鱼之乡 看鲍鱼的生产是一种怎么样的体验 海铃园 这里1.6万平方米的鲍鱼生产工厂 原则执行入场标准 产地打下来的鲍鱼清洗之后 全手工去齿去内脏 甩干水后抽样称重 取肉后的鲍鱼肉呢 要保持在低温环境 准备熟冻 两个18米的超低温冷冻线模块呢 起到了定型灭菌的作用 这种食品工业级的冷冻机呢 这一条有18米的长 然后经过这个冷冻机里面 就能够马上的把鲍鱼 从外道内全部给冻熟 过两次水 一是除霜 提高降温的效率 二是制成冰衣 防止在储存的过程中风干风化 这种车间的好处就是 它从这边完成了速冻之后 马上就能够进入另外一个冷部里面 所以它给到细菌入侵的时间呢 就会比较少 最后要送去打包间 按规格打包 现在专业的分解都不用人工了 直接用机器就能搞定 100头的80头的60头的50头 而且海铃园还率先的掌握了国际领先的活鲍鱼 液蛋索鲜技术 好处就是有效的杀菌 快速索鲜 不容易变形变质 如果给到餐厅使用 就能够降低手套保存鲜味 提高整个鲍鱼菜的性价值 冻煮鲍鱼开创者 就是我们本次参观的厂家 海铃园 同样的五头鲍 一个是用盐巴清洗过的 这种是普通的冻薯 成品的黄金鲍 五头的它一个有多重 将近二两 这种是冻煮的五头 它这个就有二两多一点 有没有粉丝想看大厨 用冻熟鲍鱼来做菜呢 评论区告诉我 这里是红薯红菜 带你发现厨与食的故事